中国文化,这不是叫做西班牙 西班牙 好? 中国文化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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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打住 我们是不是跳过什么了 上次视频我还在化妆准备拍摄 怎么现在就到处跑 到处玩了呢? 对了对了 当时在化妆之后我就去拍摄了 然后拍摄大概就是三个小时左右 我就拍完了 之前我也说过 我签过那个NDA 所以的话 我没有办法去 在目前给大家看 我当时拍的那个情况 和我的妆容 我的化妆 我的形象 这是属于保密的部分 所以我就跳过了 今天我们是 今天我是要去城里面 我要去那个Santa Domingo 去见我们的那个曲面的朋友 然后他带我们去逛一逛 逛一逛China Town Let's go China Town Bario Chin Bario Chin 刚刚11点钟退房 司机11点半接上我 去China Town Santa Domingo的China Town 从这里到Santa Domingo 大概是64公里 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的时候 因为是晚上的航班 半夜到天一片漆黑 就根本没有看到 路上的任何风景 然后现在就开始 让我一一的看一看 你看发现 这个房子特别像印度 特别像印度南方海边的 这个房子 有一些矮房子 然后有一些小摊 有些人坐在不同颜色的房子 然后有一些小棚子 他们坐在那边休息 特别像 这个海很不一样 这个海特别特别蓝 就看到特别心情舒畅 还有就是这个 WiFi 我之前还没有留意到 然后因为我手机没有当地的卡 一直上不了网出来之后 看到这个网 然后我马上就去连了一下 结果真的连上了 它这个车还不错 有WiFi 再次感慨 你看这个海真的是蓝 蓝到发绿 你看 我真的很想下去玩 然后这个路边 这边 这边是很漂亮的海 另外这边就很乱乱糟糟的 就是又很多垃圾 然后像在 正在发展 很多工地 然后真的很像印度 或者东南亚 这是我说了好几次 你看那个海 我真的想跳下去游泳 潜水 太漂亮了 跟他们约好了 大概是12点多 1点钟 在那边见面 所以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再去看 我订的那个酒店 在Santa Domingo的酒店 也是在海边 所以的话 我想看海事 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还有大概两天的时间 这边的话 就是很发展中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边就是海 形成强烈的反常 特别像印度 远处教堂 也有点像印度的那些寺庙 这边的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漂亮的蓝天大海 这里我们转进去了 就是离开了海边的那个公路 进入了那个市区 然后看到路边的公园 公共的公园 也特别像印度 就是这种 设施不完整 然后绿化也没有做好 就是也有所破坏 然后垃圾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什么是这种 发露 啊 发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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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狗露 啊 OK 发露 狗露 听到我嘻里糊涂 事懂非懂 后来我是上网又去查了才知道 原来这是个哥伦布灯塔 但这个建筑很奇怪 像个金字塔一样又很大型 又不像是以前的古迹 呃像是现代的建筑 然后后来我大概理解了它是一个博物馆 就是呃因为呃 Santa Domingo 呃是呃 哥伦布好像是最早登陆这个北美整个美洲是这个地方登陆的 好像是 啊这个公园里面到处都是这种预制的这种板凳 到处都是统一的 然后你看这个政治人物的一些宣传的话也是这样张贴的很像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和印度特别像印度 啊啊啊 你看这交通就有点开始变得乱了 那么小的小女孩抱在后面 这个摩托车上感觉挺危险的 但好像是习以为成 我刚才也看到有一个摩托车搭着两个人的 这个交通管理可能还是比较随便 这个是一个入海口吧 港口就 你看全是垃圾全是那个扩展水平 全是 哎 好像有很多垃圾 这是一个大桥 这是海湾的 这是好像有码头 但是这房子好不对 全线 这个坡上去好像就快到那个成功心 然后Channatown在前面了 出了 我之前要说 它是一个的 仇人 就是 要是 你在哪里 以及 人费 为 四季已经把我绑到了我要到的地方 这就是中国城 刚才从那个路走过来 然后这边好像是步行街 刚才看到那个海板 就有一些集市 然后前面有一个中国的亭子 有十二生肖这些东西 然后这前面再拐过去 就是我要去的那个餐厅 这个车 好的车 中国城市 中国城市 什么都有贸易行 烧腊餐厅 这个是 这也是餐厅 它叫garment 前面就是这个不紧接的 然后摆摊的这些 这是什么雕像路的 这是谁 这也是这个华人 这些东西 找到那个素 前面 就是后面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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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室吧 哎呀 闻到鱼的味道 现在正在休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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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呀 手机又没有信号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搞错地方